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书接上文继续聊啊 清初的诸三太子案 说到这诸三太子案呢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因为上期啊 结束的时候 就有好朋友给我留言了 说你看啊 你这都莫分一期了 也没见你啊 聊聊这诸三太子案 那这您得见谅 您想去吧 没有这个李自成啊 攻破了北京城 崇祯皇帝上吊眉山 三位皇子出逃之后 流落民间下落不明 怎么能引出来 后来的诸三太子案呢 要说这诸三太子案呢 不好聊 为什么呀 太多了 这前前后后啊 大概发生了七十余起 都是在清初的时候 拿着诸三太子的名义啊 反清复明的 咱们开这段书呢 也不全聊了 咱们呀 简热闹的来 不过这书呢 再怎么说 它万变不能离个其宗 咱们就得先说说 这崇祯皇帝的皇子们 上文书咱们提到过 对于这个年纪轻轻 就驾崩了的崇祯皇帝而言呀 一共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闺女呀 就已经算得上是 此次凡胜了 昨儿就有朋友啊 给我点出来了 说呀这个 生了七个 死了五个 还剩三 这是怎么一道数学题呢 嗨 这怨就怨呀 我这数学老师啊 他死得早 数学这门学科呀 纯属是我掰着手指脚豆 自学成才 所以说呀 这个七减五等于三啊 您还得见谅 这道题呀 它解释起来也不难 生了七个是没错的 最后生了三个呀 也是没错的 那就是多死一个呗 本来应该死四个 让我说成死五个了 得嘞 不跟您开玩笑了 怎么着呀 都是主播我的失误 我呀 向您各位道歉 下回啊 我扳着手指 一定把这十以内的 加金法算准了 哎 那位说了 那十以外的呢 哎 这十以外的 咱就不算 那么这崇祯皇帝 最后落袭的三个儿子 都是谁呢 他们是啊 这个太子 朱慈朗 这太子啊 本来应该排名老二 还有呢 就是三子 定王 朱慈炯 再来呀 就是四子 勇王 朱慈照 上级咱们交代过了 崇祯皇帝 丢了着宝剑 监督着自己的 媳妇们啊 上了调 然后用宝剑 无情的捅死了 自己的小女儿 昭仁公主 当他一剑 批断了自己 最心爱的大公主 长平公主的右手以后啊 这时候 他才冷静了下来 他命人 把受了伤的 长平公主 以及三位皇子 一起送出皇宫 送到外戚的府中 这外戚说的 都是谁呀 首先说 太子朱慈郎 定王朱慈炯 以及受了伤的 长平公主 他们呀 都是皇后所生 要是往外送啊 自然送到 国葬周葵的府中 周葵 就是周皇后的生父 自然了 周府啊 就是这些孩子的 姥姥家 勇王朱慈照 和他们不一样 这勇王朱慈照的 生母 是田贵妃 她的老爷呀 就是锦衣卫 指挥使 田红玉 所以说按理说呀 就得把她送到田府去 这领班的太监呀 也是为了省事 再者来呢 可能也是考虑到啊 这周皇后家 可能更妥当一些 于是就把这受了伤的 长平公主 连同这弟兄三位 一同送到了国葬周葵的府中 周葵一看呢 自个儿的外孙子 外孙弟都来了 并不像往常一样 那么高兴 迎价接价 降接相迎的 她心里清楚 这会儿啊 一旦她 收留了这帮 天家的骨血 那就是给自己 招宰了杀身大祸呀 没办法呀 冲着自己 可怜的女儿的份上 也得把他们 收留住了啊 只好啊 就勉强的 把他们先留下了 要说这周葵 应该把这些皇子 都送出城 或者送到 南方的藩王驻地 要不见呢 就把他们 隐藏在城外 这样呢 至少这些孩子 不会被闯贼 裸走 可是周葵 他可不是这么想 他觉得 自己既然 已经担了风险了 这些孩子呀 既然在自个儿的手中 抱不起呀 以后还能成为 自己的救命稻草呢 那有人就得琢磨了 那这周老爷 周太师 这人性 怎么是这个作性 其实他这份人性啊 不是在这会儿 早就有表现 就在前两年 那崇祯皇帝 觉着呀 西北闹了反贼 李自成 并且呢 这关外的女真人 也不消停 随着大明国土 逐渐丢失啊 税收也越来越少 于是崇祯皇帝 决定向大臣们 募集军饷 那向大臣募集军饷 那就得先从 你们家亲戚 开始找手 那么谁最亲呢 丈人家最亲呗 于是崇祯皇帝 就把这周葵 留在了殿中 跟他说呀 说这老丈人 老国丈 您呢 应该先做个 带头作用 拿出点银子来呀 这大伙啊 自然就往外掏钱了 周葵听了这话呀 二话不说 扑通啊 就跪在他地下 然后就是嚎啕痛哭 以头主地 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 跟皇上说 这皇上 我哪有钱呢 老臣我呀 那是一个清官啊 不能说家中无隔夜宿米吧 反正啊 我是没钱往外拿 这崇祯一听 他诈人这话呀 哎 脸就拉下来了 心里说 都是本地狐狸 你这还跟我讲聊斋呢 崇祯皇帝呀 就看了一眼周葵 就冷冷的撇起了一句话 不教啊 你等着吧 我给你个数啊 三万两 赶快凑起 这皇上这句话 不软不硬啊 等什么呀 等抄价呗 等什么 要说这国丈啊 真有主意 他根本就没回家 直接就奔了昆宁宫了 到了后宫之后 跟自己的闺女 这吐哭诉 说皇上怎么欺负他 怎么跟他要钱 自个儿是怎么的穷 怎么的没钱 这周皇后一看呢 哎 这必定是自个儿的亲爹呀 于是啊 就跟这周葵说 说爹呀 你也别着急了 你看啊 我这儿啊 还有一万两的提及 你拿去啊 跟皇上交差去吧 其他的你赶紧给皇上凑 我知道啊 你不是凑不出来 这周葵拿着这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啊 还是表现出来很委屈 出了紫禁城啊 就回到了自己的府里 转过天来上朝啊 他跟这皇上说 皇上 我呀回家之后 砸锅卖铁 总算呀 给您凑出这三千两来 我不能说呀 交不上您这三万两银子 我继续卖家当 继续给您凑 这三千两啊 您先收着 您容我会儿功夫行不行啊 这皇上 哪知道周葵心里这些弯弯绕啊 于是就答应他了 说行啊 就这么办吧 您瞧哎 这里外里兜了一圈啊 这老小子还赚了七千两 您琢磨去吧 这人性他能好得了吗 要说这周葵 他有没有钱 有没有钱吗呀 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啊 向明朝的一老一少 搅想 搅想是什么意思 就是强迫要军想 上周葵他们家搅想来的是谁啊 刘宗敏 那可真是个狠人 刘宗敏啊 就问周葵 给钱不给 这周葵肯定是舍命不舍财 没有 得 媳妇儿媳妇 让刘宗敏弄死了 再问一句 给钱不给 这周葵还是说 没有 没有啊 儿子 弄死 再说一句 没有啊 直接就把这周葵 打了个半死 最后没有办法 这老周啊 终于打开了自己的营户 据野史说呀 这闯贼 在他们家呀 一次性就搅走 军饷三百余万两 您瞧出来了吗 这就是这位周国障的人性 哎 这崇祯皇帝呀 也是临死发孕 把自己的这些孩子呀 托付给了他 果不其然呢 李自成的大顺军队呀 打进了北京 搜查皇子的人呢 刚到周府 还没等人家问呢 这周葵呀 就把自己这三个外孙子 就都献出去了 当然了 有一个还不是亲的 那为什么没献公主啊 这长平公主 缺了一个胳膊呀 已然在府内 奄奄一息了 这闯贼的叛军琢磨了 搁到你这儿啊 这孩子是养伤 搁到我们那儿啊 就折腾死了 还是留你这儿吧 缺了一个胳膊的公主啊 到我们那儿 也没有什么用 这哥尔萨呀 到了李自成的营中啊 倒也没受什么虐待 并且呀 还给太子朱次郎 封了一个宋王 并且呢 答应这哥尔萨 等安定下来呀 全都放了你们 这李自成的心里呀 要说还真没想过要杀他们 把他们留下的目的呀 无非是 一呢 安抚一下这帮明朝的遗老遗少 其二呢 他还想啊 用他们的威慑力 来感化在边关的明朝将士 尤其是山海关的乌三贵 尽快的投降我大胜军 可是李闯啊 他万万没想到 经过几番的谈判呢 因为个二傻子刘宗敏 见到美女之后 惊冲上脑 霸占了乌三贵的小妾 陈媛媛 这乌三贵呀 冲冠一怒魏红颜 引来了清兵 就要和自个儿开战了 这闯王一看 这不打也不行了 于是集合了二十万大军 是直扑深海关 李自成的部队里呀 还带了这么几个人 谁呀 首先呢 是崇祯皇帝这三儿子 还有一位宗使 是谁呀 豫王朱秋贵的士子 这个人呀 叫诸神选 您记住这个人啊 这个人在后文书里呀 咱们还会提到 也是个可奏情的人物了 除了这四位前兵的宗使啊 还有一个人 就是乌三贵的爸爸 乌湘 就在四月二十三的清晨 在山海关外 乌三贵与八旗兵的联军 大战李自成的大顺军 这一打起来呀 这起军才发现 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 于是就向北京方向 是一通溃败呀 到了这个范家殿的时候 这李自成想起吴湘来了 他为了泄愤 就把这吴湘给宰了 并且把脑袋呀 挂在高杆之上示众 据说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三位皇子在军中 也就失散了 后来互相再无见面 明儿让咱们说就热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位皇子当中啊 有两位涉及到了 诸三太子案 得嘞 您等着我的 咱们好故事啊 明天接着讲